這裏非常熱鬧 你可以叫西菲律賓海也可以 東越南海也可以 甚至南海也可以 有多熱鬧呢 最近出現一個商演習 這個商演習是哪個商演習呢 美帝雙航母在南中國海進行演習 同一時間就說 中共在7月1日至7月5日 就在很有爭議的西沙群島進行演習 看回了 即是說中共就在這裏演習 美軍就在這裏演習 中共在這裏演習 越南就抗議 因為越南就聲稱西沙群島是屬於越南的 中共就說西沙群島是屬於它 這裏很有爭議性 現在看回了 美軍就在這裏演習 即是說在中共的大門口演習 問題就說 美軍和中共會不會打起來呢 說就是這樣說 如果打起來根本是沒得打的 那就說完了 美軍在這裏有所行動 有所軍事演習呢 美軍就說的 他就說美國這個演習就如常進行的 這次演習就說支持印太地區的穩定 印太地區穩定 即是說給印太地區的盟友說 美軍在這裏 美軍回來啦 是吧 這是美軍的動作 美國的軍事在這個南中國海裏面 有所駐紮 有所行動 有所 叫做給一個警示作用 是吧 警示作用給誰呢 在南中海軍事演習去穩定 警示作用是多多少少告訴中共 即是說美軍真的回來了 再說回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7月4號 就是這個叫美國獨立日 有香港市民去到這個美國領事館裏面 慶一慶去 慶祝這個美國獨立日 手上拿著美國國旗 大大小小來說 都有十幾支美國國旗 在這個美國領事館周圍附近揮動 之前有些港姦就說 他就說這條惡法來了 揮動這些美國國旗 或者揮動這些英國國旗 都會拉的 問題啦 即是說你拉我都拉 怎樣你拉我都拉呢 如果有這些港姦說 揮動這些美國國旗 揮動這些英國國旗 揮動這些加拿大國旗 在香港就會拉 你看回這幾個國家我講 都見到有些人拿著這五星旗 在美國在加拿大在英國 揮動集會也有遊行都有的 如果你港共和中共有所行動 這樣就是說有香港市民拿著這些美國國旗 英國國旗加拿大國旗你都拉的 你拉我都拉 相應的嘛 在加拿大在美國在英國 你拿著這五星旗 隨時都會被人拉的 是嗎 對等行為來的嘛 這些等於港共和中共 將這個問題繼續升溫 如果你這樣做 對嗎 你看回現在這條惡法來到香港 那些所謂認識這條 即是說硬砌這條惡法進來的那些人 現在老實說呢 他們更害怕 是嗎 不斷地解釋 是嗎 不斷地解釋 是嗎 不斷地解釋 你越是解釋 即是你越是解釋 即是覺得你這條 這條的法 就臨時砌下來 砌到現在你自己就方寸大亂 即是看看誰更害怕 是嗎 當然是他們更害怕 因為如果不是他們更害怕 就不會放出一些訊息 如果對方不斷地放出很強硬的訊息 即是等於阿Q精神 即是等於一個恐慌情緒升溫 他們 個人意見獨立私有講完